大家好,謝謝你,這位技術支援的工作人員 大家好,星期二的晚上好 剛才應該是十分鐘前才出帖 因為兩三個星期前已經約了阿醫師 但我估計阿醫師今天是非常忙碌 所以我都不太肯定阿醫師今天可不可以開直播 最後十多分鐘前就聯絡到阿醫師 阿醫師很好,他說今天很忙碌 他說OK,答應了你就一定可以 所以現在等等他 因為剛才看症了 所以他就九點兩個字左右 他就會在網上跟我們聊天 好嗎?大家好 今天我們說說婦女健康 因為星期二的時候 陳世洋醫生西醫跟我們說了一些關於婦女健康 一些常見的問題 我在留言板也看到很多留言說 如果說月經的週期不准 或者流量比較多 或者流量比較少 或者幾個月才會來一次月經 在西醫的角度 其實就是譬如說 原來身體沒有問題 可能吃一下避孕藥 中醫 中醫有些方法 是否吃中藥 還是針灸 我們可以問問蔡醫師 好嗎? 另外 星期二的時候 陳世洋醫生也跟我們分享過 好像有一些婦女健康的問題 例如說 為什麼會有水流 好像西醫暫時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原因 但中醫是有些理論的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就是因為我聽了很多中醫的分享 還有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很年輕的時候 他們二十多歲 有些是三十歲 就要做一些小手術 因為有些水流 糧性的樓 在卵巢 原來發現 這是純粹我跟他們聊天 得出一個結果 就是我身邊的女性朋友 就是他們很多是很喜歡吃雞 是的 所以這個 稍後我們也可以問一下中醫 因為其實我個人 就不太建議吃這麼多雞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某些西方國家 那些肉類 放一些激素 放一些動物 放一些動物 那裡 例如雞 豬 牛 那樣 那樣 現在好像小朋友 有些可能是四年班 五年班 就已經是驚奇了 可能八歲 九歲 那可能都是關於很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吃東西 飲食那裡 就是跟以前的年代很不一樣 那以前可能真的是偏年 自然一些 因為自己都是去耕種 那樣 但是現在可能是 有很多是基因改造的食品 有些可能真的打了一些激素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盡量選擇一些蔬菜 如果再可以 譬如選擇一些有機的蔬菜 這樣 是的 大家好 OK 好 那我先等一等醫師 那我看看醫師來了沒有 我們聊天聊多五分鐘 好嗎 因為醫師說他九點兩個字 就進來了 那或者呢 這個時間 醫師來了應該是不是 不是 OK 你們可以留言 看看有些什麼 關於婦女的健康的問題 也可以問一下醫師 聽一下醫師怎麼說 好嗎 是的 今天我跟蔡醫師做直播 然後呢 星期四 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的產品 好嗎 OK 好 是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關於激素這件事 我之前都不知道的 但是 我吃素都吃了一段時間 然後有一些 食素的研究者 他們都會有一些 有些影片 有些片段 有些文章 都發給我看 其實在某些西方的國家 適量的激素 政府是容許他們 直接注射到動物身上 所以就 是的 我們可能 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很喜歡吃雞的 好像我以前小時候 其實我是天天都吃雞的 天天都吃雞胸肉飯 我才上學 因為我婆婆很喜歡帶我去喝茶 打風也去喝茶 所以去到茶樓 我吃雞胸肉飯 每天都一碗雞胸肉飯 那我就會上學 所以呢 可能到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苦果的問題出現 現在可以了 現在很好了 所以其實很多朋友 初初以為 我是不是因為宗教信仰而去吃素 其實不是 其實我一開始吃素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健康 那時候是因為我是嚴重的皮膚敏感 敏感到我會失眠 失眠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真的很累 我又要拍戲 幾天都不能睡覺 然後我是抑骨症 是因為其實我性循環 很累的身體 但繼續要工作 然後很累 但我很想睡 我睡不到 那時候其實那段時間 就是我的飲食 就是我經常吃牛肉 吃得很厲害的 每天都吃火鍋 這樣 然後就是 後來我就是看中醫 中醫幫我調理你的身體 首先就是我戒口 所以我戒口 然後那些皮膚敏感 就慢慢少了很多 然後又吃了一些蔬菜 當然 另外自己做一些運動 但是我一開始是戒口 所以我經常都會跟大家說 不如如果有些睡得不太好的朋友 或者是皮膚有出現敏感 皮膚一敏感 或者是有些尿道嚴 陰道嚴的朋友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 你一戒口 是幫助很大 這個是我個人的親身經驗 就是這樣 這樣 是 戒什麼呢 戒一些菇類 戒一些奶製品 乳製品 芝士 發酵過的 豉油 很多朋友說 什麼豉油都不行 原來 平常吃沒有問題 但是當我們身體 可能有些炎症的時候 譬如說皮膚敏感 譬如說 陰部有些痕癢 那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你不妨戒掉豉油 因為豉油發酵過 一發酵 其實它有那些 那些酵素 那些叫義士 英文叫做 所以其實會容易 會令到我們 容易有敏感 還有 那個時候 是有那個大豆做的 這樣 當然不是說你一輩子都不能吃 那你的身體狀況 皮膚狀況 各方面 你穩定的時候 你就吃當你喜歡吃的東西 對 雞翼芝麻 哈哈哈 雞翼芝麻 待會我們可以問一下 醫師 看看醫師怎樣看 好嗎 濕疹解口很重要 Nana說 我看一下醫師 我看一下醫師 她進來 多謝我告訴大家 不要客氣 為什麼菇要避免 我們待會去問一下醫師 這個不是我自己亂說的 是因為那時候我真的很不舒服 接著就看了很多不同的醫生 什麼都試過 那些氣功師傅也試過 什麼都試過 中西醫也試過 那時候 為什麼是菇呢 因為菇是濕 中醫的角度很濕 其實身體一濕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譬如人們睡不著 其實為什麼呢 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濕重 所以就嫁了菇 那嫁了菇也會好一點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 蔡醫師可以說深入一點 什麼叫濕 濕重 其實是什麼來的 所以 我以前也是超級喜歡吃牛肉的 我一冬天的時候 真的 那個火鍋是不收起來的 就這樣放在桌子上 睡醒又吃和牛 然後 早餐 是不是很誇張 因為我自己 一個人 一碟菜 一個烏冬 一碟和牛 夠了 我早晚 都是這樣吃 後來就吃出過 很多疾病出來 對我來說是這樣 所以我其實呢 一開始是因為身體的原因 而慢慢就變了去吃素 欸! 阿醫師來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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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一等 喂! 你如何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哈哈 我說 我說呢 我今天很晚才出帖子 我是做直播之前 好像8點9 8點50分 我才出帖子 我說因為呢 就是約了你 你一定不會爽約的 但是平時 我WhatsApp你呢 你會回覆 我想你今天很忙 然後我就想 咦 做不做到一個直播呢 這樣 所以我就打給你了 謝謝大家 多謝你們 哈哈 你現在先吃飯 是啊 我今天就 從這個飯裡面 講一下女性的問題 辛苦你 你多吃兩口 是啊 那我就告訴你 剛才那十分鐘 跟觀眾朋友 分享了些什麼 阿醫師我覺得 各位觀眾朋友 是否很有趣 是的 西醫也好 中醫也好 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呢 藥作息也定時 飲食也要均衡 是吧 最好當然是那些 五六七點去吃飯 但是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的中醫 就是因為要為人民服務 現在九點幾天才吃飯 那我們的西醫 有時候也是九點幾天 現在才在房間那裡吃飯 還一直吃飯 還在開會 他在聊什麼呢 他又在聊直播 他聊什麼呢 就是跟世界各地不同的心臟科醫生 然後一起 其中一個地方的醫生 做心臟手術 做拉 我也很想看 大家想不想看 現在很厲害的 那些 就是他有五芝技術 是 聽說用那個五芝技術 就是網絡很快 是 如果美國和我們香港溝通的時候 或者其他國家溝通 他們未必可以即時 可能講講一下 做做一下手術 那個教授指導著 然後 突然之間 中斷了 連線 這樣就大件事了 是吧 但是現在那個連線可能很穩定 所以就 可以實現到這件事情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呢 家裡是在用5芝技術 應該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兩三次做Live 做做的 最後還是斷了 嗯 希望今晚我們很順利 但是我都很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因為斷了之後 大家都很快就馬上回來了 人數還要超出了一開始的人數 所以很感動 我覺得大家很有情有意 不會因為斷線之後又離開了 意思是這樣的 你繼續說 剛才是這樣的 剛才跟大家分享 因為星期日的時候 我就請了西醫的婦科醫生 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婦女的健康問題 我發覺很多的留言 都是談及關於月經的週期不太準 或者血的流量比較少 或者比較多 其實從中醫的角度 我稍後就聽聽你說 有什麼辦法和原因是怎樣 另外西醫也會分享 上星期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女性的水樓之類 好像在西醫就沒有一些很明確的原因 為什麼 所以我也想聽聽中醫 我相信中醫是有一套理論的 而且我也想跟醫師和各位分享 因為陳醫生 我去見她的時候 她也有跟我說 她有些病人去做那些人工受孕 之後她的子宮壁都要夠厚 那麼那個胚胎才可以睡床 其實西醫是不能做的 如果女性的子宮內壁比較薄的時候 便比較容易睡床 所以那個胚胎睡床 西醫是不能做的 暫時的科學 但是呢,陳醫生也跟我分享 西醫陳醫生的客人 他帶到很多的客戶 都會說找了中醫 可能真的調理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吃藥、針灸 真的就搞定了 中醫是有辦法 可能就幫助那些子宮內壁 增口 是不是那個 血的流動得好些 就會變成 還是容易令到 胖胎著腸呢? 我剛才在談這些 我叫大家不要吃這麼多雞 我說因為 我發覺我身邊很多女性 他們出現一些女性的問題的時候 健康問題的時候 很多我身邊的女性 包括我以前也是 因為經常吃雞 很多西方的國家 現在是合法地把激素 注射到動物上 雞的牛豬 積穀肥一點 快大一點 所以想聽聽你的看法 你覺得自己是怎樣 我小時候也是吃得雞多 所以現在這麼大隻 只是開玩笑 小時候那些雞自己養 可能會好些 走地雞 現在你怎麼看呢? 還有 吃菇 我也是叫大家吃少些菇 因為菇容易會令到皮膚敏感 或者一些陰道 會容易一些痕癢 因為也是濕 濕是什麼呢? 我也想聽聽你怎麼看 明白 吃完了 慢慢吃 沒問題 沒問題 我把我爸爸的電話給他 家裡很多人都很忙 媽媽又出去收那些 沒有沒有 OK 媽媽又去了收件 爸爸又要聽電話 今天家裡很多人都很忙 妹妹還在工作 還沒回家 提外話說笑而已 首先 如果在說女性這個問題 我們既然剛剛 Queenie你提到了 就是女性她受孕著床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就先從這個 這個 我們就先從 咦? 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 好好好 既然女性受孕這個問題 我們都在說 我們就先從著床這個問題 去講一下女性的一些狀況 其實首先 通常我解釋病人的時候 一個BB 她怎麼能夠在我們女性的子宮裡面 成長起來 就是懷胎十月 通常我會用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就是 好像花果山水簾洞 美後王 孫悟空 她居住的地方 是怎樣呢? 花果山的水簾洞 那水簾洞 其實呢 即使是西遊記裡面描述的話 我們都會發現 其實她是一個風水簾洞 為什麼叫風水簾洞呢? 我們不是說懸殼 而是她很適合一個人去居住 你想想 外面有一些的環境 好像一些梳果 那些很多 那樣 然後孫悟空她居住的地方是怎樣呢? 她就是 喂喂喂 我在這裡 不好意思 剛剛很多電話 不好意思 沒問題 好了 這個水簾洞是怎樣呢? 我們各位聽眾一起去 大家去想想 水簾洞前面有一個水簾 是不是? 就是洞口那裡有一個水簾 女性的子宮就是那個洞 這個洞就裝著一個孫悟空 這個水簾就正好 因為在生理的解剖上面 女性的子宮前面那裡 其實就是近著膀胱 就是女性那些尿道的地方 是不是? 其實子宮前面 剛好就是水簾洞 就是那個水簾 然後在水簾洞 它是一個洞 它後面其實是一座山 在山裡面的一個水簾洞 是不是? 人體上有沒有這座山在這裡? 我們看看子宮後面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脊骨 脊骨是不是一整條 向上生 哇 好像一條龍脈 這樣 所以其實一個寶寶 它要在一個好的環境裡面出生 洞裡面的環境要比較好一些 是不是? 周圍的蔬果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營養 氣血要充足 是不是? 那麼女性的大小異變 其實也很重要的 因為你想想 水簾洞 它門前那兩個水簾 如果沒有水了 在這裡流動的時候 它哪有水喝? 是不是? 就是說原來女性的腹部的流通 我們其實可以從大小異變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一些端藝 比如一些懷孕的女性 如果她們突然之間窩得很厲害 或者肚痛 是不是? 那麼我們是不是知道 她的嬰兒肯定都容易有問題? 是不是? 平時我們中醫以前有一個名詞 就是說如果胎不是很穩陣 我們說 你有滑胎的危險 為什麼說嬰兒好像快要滑出來的感覺 這樣叫做滑胎 是不是?滑胎 所以我們想想 這個水簾洞這個比喻就是 氣血要充足 我們的水源、梳果要充足 腹部 我們的水簾 腹部的循環要不要好 是的 然後如果一個孕婦 整體的氣血流通 她的脊骨不好 譬如有些人 腰歪歪歪歪的 或者盆骨歪歪歪的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仇人 都會的 可能整個洞口都歪歪了 各方面不同的配合 腹部的循環流通 氣血的充足 整個人的骨架 從上到下的正常 所以你想想想 我和你 我們都是二十幾歲 二十幾年前 出生的時候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是不是? 就是我們人 她本身呢 一個寶寶 可以懷胎十月 平平安安的 由媽媽的肚子裡出來 其實是一個奇蹟 是的 所以我們去看 就是女性 我們首先 原來就很著重 受孕的時候 就是這幾件事情 嗯 那我怎麼解釋一下 譬如那些女士 真的 月經的週期是亂一些 或者流量是比較少 或者有些是比較多 那中醫有什麼解救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忙呢? 是的 其實我相信 就是 西醫在講述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會講這個月經週期的情況 就是Queenie剛剛也有提到過 女性 她每一次的月經 其實是一些什麼呢? 就是子宮內膜 增厚到某一個程度 而她如果沒有受孕的話 那這個子宮內膜 去到某一個厚度 她會自然脫落 那這些脫落了的東西 就會成為我們的月經 那樣 那些的驚血 那所以剛剛我們說 受孕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看了 如果子宮可以順利著床的話 那嬰兒就可以在 我們剛剛說的水蓮洞裡面 去好好地成長 是吧? 所以我們看看月經量多和量少 跟那個水蓮洞的狀況 一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 女性的月經量正常的時候 就是三樣東西 第一 外圍多不多食物? 氣血充不充足? 水蓮洞 腹部的循環好不好? 骨架行不行? 後面的龍脈行不行? 是吧? 其實我們看月經病的時候 都是同樣的道理 為什麼有些人 月經會很多? 是吧? 月經量多或者量少 通常量多 他的氣血充不充足 我們從三個方面去想 那蔬果充不充足? 可以流這麼多血出來 應該是充足 應該相對來說 會充足的 是吧?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反而 會不會它是充足 它是不斷流出來的 變成明明是充足 我就都掉了出去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呢? 都會的 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本錢 它才可以月經的流量很多 是吧? 還有一般我們如果定義一個月經病的時候 通常我們以三個月為準 就是有些女性呢 她可能在這個月突然之間遲了來 或者月經量很多 或者遲了幾十分鐘 哇!她很擔心這樣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女性不是機械人 她們的月經其實受情緒 受飲食 天氣很多方面去影響 甚至有時候有些女性 她吃長期藥其實都有影響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知道 其實我們的月經量多的時候 首先我們從三個方面分析 氣血的量肯定是充足的 因為她肯定是超過三個月 我們才會有這個情況 我們才會叫她做一個月經病 那麼她可以三個月都很多量 她氣血相對充足 是吧? 那麼我們從第二個方向 水連動 循環好不好呢? 這個可能是有一些問題了 譬如有些女性她腹部的循環不好的時候 子宮的循環不好 她可能卡住了在某些位置 然後可能她的表現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這個情況 那麼她既然可以在一個地方流通不到的時候 她可能在離經前她的下腹會比較脹痛多少少 或者有一些女性她不單止腹部循環不好 她連胸口循環也不好 那麼她離經前 就會連乳房的部位都會比較脹痛 是吧? 所以其實正常來說 嗯 各方面循環好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各位類似要留意了 是的 如果說 我月經來之前 我覺得乳房穀穀 或者肚穀穀 其實就是代表著 我們的乳房上半身 中部的循環沒有那麼好 是的 還有下腹的循環 是的 明白明白 這個我們會稍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去調整 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怎樣去好呢 我們解釋了月經的問題 其實了解了月經病之後 其他那些不同的月經周極的問題 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從三個方向 我們再重複多次 蔬果是否充足 花果山有果 是不是氣血夠不夠呢? 水連動 循環很不夠呢? 洞裡面的狀態很不夠呢? 第三就是 骨架很不夠 是不是? 都很重要的 這個月經病 月經量多的時候 有其中一個情況就是 它鞠住了來不了 所以一來的時候 嘩一聲 量好像很多 這種量多很多時候 就是頭一至三天量很多 接著第四五天後勁不計了 像滴滴滴的樣子便沒有了 那所以它的情況呢 它這個情況是塞住了 不流通 造成的量多 那有些人去塞住了 能不能量少嗎? 其實都可以 是的 但要看看它氣血的狀況多不多 有些人又濕住了 氣血又不夠 那它容易有一個月經量少的情況 好了,那考慮第三個情況,骨架行不行,有些女性她長年就很喜歡屈住坐,有些寒背這樣,其實坐直的人很重要的,屈住坐的時候不單止寒背,我們的胸肺這裏不是很流通,其實我們會發覺我們的腹部那裏,就是有些女性會很怕自己有車胎,其實這種坐法都會令到我們的腹部的循環沒那麼好, 尤其有些可能先天它有一點脊柱側彎比較嚴重的問題的話,我們會請它調整到最低限度的脊柱沒什麼痛,就是不一定要調到它直不甩,但是最低程度調到它沒有痛,因為在中醫來說,脊骨如果它周邊是沒有什麼疼痛的話,代表氣血暢通的程度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是的,所以從三個方向我們就知道了,原來量多量少,和氣血的狀態有少少關係,但是更大的狀況就是和循環的關係大一點, 第三,原來跟骨架都有相應的關係,是的,我們怎樣檢查到自己骨架有沒有問題呢? 首先看一下背部腰的地方有沒有疼痛,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肌肉的繃緊,再來就找專業的人士去檢查一下,或者大家做一個動作, 我們可能想像一下,這個是一個人,一個人,當他彎腰的時候,向前彎腰的時候,我們就試試伸直的手拍起來, 接著向前彎腰,腳伸直的,腳伸直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彎腰的時候,正常來說,我們從它臀部後面看它,兩邊的脊骨應該是平整的, 是不是?但是如果有脊柱側彎的人,你就會發現它呈現了一個一高一低的情況, 是,就是整個人這樣站在那裡? 是的,沒錯,就是這樣? 是的,伸直直的腳,接著向前彎, 就擠下背部,擠下背部, 是的,或者找個家人幫你看看,後面有沒有一個一高一低的情況, 這個是月經量多量少的,我們做一個引指,就是告訴大家, 女性的一些苦科的問題,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去考慮, 是,這個我非常之同意,因為我自己本身有脊椎疾瘓, 我前幾天才去看完我的脊椎, 然後我也跟他說,有機會我一定會邀請他上來直播聊天, 我叫做Dr. Wang,瘟醫生, 然後我說,瘟醫生,我幾次肚子很悶, 我知道我是要來月經的了, 但是,就是供著供著,他就是來不了, 然後一調整完那隻骨之後, 是立即我踏出這個診所, 就已經是那個月經就來了, 是的,所以,剛才有觀眾朋友都問, 都想聽一下醫師的意見, 她就說,她的女兒, 應該是朱小姐,Tracy, 是的,女兒20歲,突然間經期沒有來六個月, 看過苦科,子宮正常, 但是就說她內膜很薄, 醫生就叫她吃避孕藥, 那女兒就不吃了, 那中醫幫不幫到手, 就是譬如中藥可不可以幫手, 那我覺得,譬如可以考慮中醫的角度, 就聽一下醫師怎麼說, 另外就是可以真的敷暖水袋在肚子, 然後就穿暖一點, 因為可能這個年紀的少女, 有時候會穿短裙,短褲, 我以前也是,露池裝, 就有時候冷傷我肚子, 都會令到血液循環不太好, 絕對是, 是不是? 就是有需要, 都可以去看一看這隻醫, 有機會是因為她的腰, 盤骨那些歪歪的, 而令到她的驚奇, 即是來不了也不出奇, 是的, 醫師, 看一下你的看法是怎樣? 20歲, 當然,如果看一隻醫的時候, 其實都是好的, 當然我們如果撇除醫師, 或者醫生的治療之外, 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會介紹中醫的八段感給他們, 好, 中醫的八段感, 我教幾招來吧? 八段感嗎? 這個要全身做, 這個比較難一點, 你不如找一次教我們吧, 找一次可以教中醫的八段感, 一、兩招, 八段感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就是好像少少的, 就是令到血液循環, 會好一點的, 還有自己做的拉筋是很有幫助, 是怎樣可以做八段感?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但是我相信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大家可以先上網找一下八段感教學, 先學一下, 八段感是一個全身上下的拉筋, 流通的一個保健的, 一個很好的運動來的, 大家可以從這個方向去看, 剛剛這位朱小姐, 她的女兒20歲, 無端端突然之間, 已經停了6個月, 我一開始就想像一下, 其實有幾個情景的, 第一就是這個女兒20歲, 剛剛讀完這個中學, 有幾個情況, 第一, 年輕的女性, 現在最容易犯的就是比較夜睡一些, 比較夜睡是絕對很常見的, 我們中醫一把脈的時候就會發現, 她的下身的氣血比較空虛一些, 比較空虛一些, 所以這種小朋友, 我叫她小朋友, 20歲也可以是小朋友來的, 我們首先會叫她一定要早些睡, 是的, 這個是比較常見一點的, 但這個其實很少說, 會令到月經突然之間停了6個月的, 我們考慮第二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呢? 先看一下她有沒有減肥的趨向, 很多的女性, 她比較常見一點就是減肥減得過度了, 她們通常用的方法就是, 我晚上不吃飯, 或者最近吃飯吃少了, 很多這樣的女性來看中醫的時候, 一摸一摸, 感覺到中氣空了, 我馬上就問她, 有沒有吃飯? 有些人說, 我吃很多了, 那你腸胃的消化不是那麼好, 如果她沒有吃飯, 那一定要吃一些米飯去補回中氣, 中氣是什麼呢? 我們說回我們那個水簾洞了, 中氣就是, 你怎樣有那些花果, 那些蔬果, 就是身體的氣血的來源, 水簾洞在我們身體的下方, 我們中間都空了的, 那你哪有一些營養去供養給我們水簾洞裡面那隻猴子呢? 那我們就要從這個中氣的角度去想, 多吃米飯, 粥, 薯仔, 淮山, 這一類的全部都是一些能夠有補中氣的一些作用的東西, 你會發現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 比較高一點的一些東西, 但是就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的, 就好像我剛剛這樣, 為什麼中國人的飲食裡面一定要有米飯呢? 我這個在吃湯飯, 為什麼一定要有米飯呢? 就是因為米飯, 你見它圓咕嚕, 白白的色, 它本身就是一個稻田裡面, 金黃色的樣子, 逢親中醫覺得金黃色的東西, 進入我們中間的脾胃的, 而且我們吃完米飯之後, 有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飽足感, 是吧? 米飯, 尤其是白米, 是進入我們中間的地方, 補中氣, 健脾胃的, 所以吃白米飯呢, 是我們身體的, 五谷, 是我們身體的營養的來源, 這個很重要, 好,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Queenie剛剛提到的, 就是她, 很多女性, 尤其是年輕的女生, 比較喜歡穿短裙,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穿短裙有沒有露過肚子出來, 現在都不流行露肚子, 是吧? 尤其是早前有這麼冷, 露肚子都很蠢, 那就不要, 是的, 其實穿短裙, 腳受寒呢, 其實一樣會影響到下腹部的, 是吧? 就是我們血脈的收縮, 常常就是由我們的下方開始, 一直延伸上來我們的腹部, 所以腹部的保暖, 剛剛Queenie提到, 就說, 用熱水袋敷一下它, 很多不同的狀況, 都是可以幫到的, 那如果這位20歲的女女, 她真的做了以上的事情, 都還是不可以的, 當然找專業的人士去看看, 都會有一些個別的情況, 可能是比較複雜一些, 都有試過有一些的女孩子, 她可能以前有一段時間, 情緒不太好, 工作、貨業的壓力比較大, 她真的在下腹那裡, 累積了一些瘀血在那裡的, 那如果打個比喻, 我們住在我們的水簾島那裡的, 那就是那個洞口塞住了, 那洞口塞住了, 裡面怎麼會循環好呢? 那我們就要用一些特別的方法, 用中藥, 或者針灸, 幫它怎樣流通開, 這樣, 很多不同複雜的情況, 但我們可以從這幾個方向去考慮, 嗯, 好啊, 好啊,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啦, 還有你的位置, 朱小姐, 那再重複一次, 就是簡單的自己可以做一下, 做一些八段感, 或者一些拉筋的運動, 然後就可以找個暖水箱, 呼一下肚子, 注意保暖, 戒掉生冷、冰凍的食物和飲品 多喝一些暖的食物 然後穿褲子 保暖,其實最重要是保暖 女性可以用密褲子 如果沒有吃飯,吃一兩口 保暖中氣 然後試用這些方法 如果一段時間,可能一兩個月 都好像還有這個情況 就可以不妨考慮找中醫師 看看是否需要在中藥那裏幫忙 或者是否需要去針灸那裏幫忙 好嗎? 嗯,沒錯 好,產後 Emily問林小姐 產後如果血氣不足 應該可以怎樣補充 很後的血氣不足呢 是必然的 必然的 因為你想想如果是順產的婦女 就算你是開刀生的都好 我以前都在實習的時候 看過一些否復產的現場的狀況 其實一樣會出血 而且它就這樣 就是有打過麻醉藥 就這樣割開了它 其實一樣會流血 對身體必然都會有一些的耗損 損傷 所以中醫的苦科裏面 我們講女性產後 有四個字 叫做多虛多語 就是肯定是虛的了 在想想 穿洋水 然後流一堆血 然後血肉模糊地生了個嬰兒出來 又要用很多的氣力 虛不虛當然虛了 是吧 那為什麼會多虛血呢 就是我們會發現 女性產後之後有一個情況 慢慢肯定知道了 就是會流很多惡露出來 是吧 就是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可能是胎盤 裡面裝著嬰兒的一些東西 不同的一些垃圾 我們在產後的頭幾個月 務求要全部排出來會比較好一些 那有一些病人就是發現 我今天也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產後來看的 產後呢 通常如果說28天至過零月左右 惡露差不多要全部排出來會比較好些 但是有些人呢 他差不多過零兩個月呢 還在排著 他會害怕的了 這樣 一般這些人呢 就是太虛了 那你那些惡露要排出來 是不是 他需不需要用力氣 好像我們生嬰兒的時候 其實一樣要有的 這些人呢 很可能是忠氣不多救 忠氣不多救 身體比較弱些 又重回我們剛剛說 是不是吃飯吃少了 或者是不是太虛了 但是呢 吃肉 肉類吃得太多 或者過補 補得太 補到腸胃都滯了 他又推動不了那些惡露出來 這樣 剛剛Queenie呢 你說那位產後的女性 她是怎樣的狀況 她就是說 她覺得血氣不足 那她想知道怎樣補 嗯 嗯 就要先 所以未必是可能補得太 也有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呢 沒錯 她就要先排除自己有沒有補得太 這個情況 就是很多女性她生完之後 奶奶說有煲綠蓉 或者培餘的那些綠蓉 人心啊 東蟲草啊 那些最貴的那些上了 這樣 那我們就會發覺呢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病人呢 就補得太 未必一定是好事來的 未必一定是好事 那如果真的確認了 自己呢 她人呢 好像很唏噓 比較佛力一些 覺得自己呢 好像提不起勁去照顧寶寶 然後整個精神比較弱些 臉色比較白些些 這種 可以算是一種氣血不足 是不是 那我們怎樣去調補好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呢 我們一定是從溫性的角度去想的 首先呢 可以每日呢 喝一喝一些薑茶 薑茶 因為呢 在中醫裡面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藥方 就是專門呢 給產婦 生完之後呢 去調理的 這個方呢 叫做生化湯 生化危機的生化 但是在這裡呢 就是解釋生育 化床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孕育了一個人出來 這樣的生化湯 那你怎樣令到產婦 就是可以在生完BB之後 哇 它可以繼續 就是我們不是說 它繼續生育 而是繼續可以有一個好的身體 這個生化湯呢 其實就是很主要的幾個藥呢 第一個 乾薑 就是薑來的 是的 一些曬乾了的薑 控乾了的薑 第二個呢 就是逃人 逃人 就是一些活血的藥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兩個方向 所以我們呢 如果大家呢 開不了中藥的時候 我建議呢 喝一下一些黑糖薑茶 黑糖薑茶呢 比自己煮的紅糖呢 要更加好 為什麼呢 因為 紅糖它有一個補充器 抹血的作用 但是黑糖呢 它那種黑色呢 就是把紅糖呢 它提煉了 還是 我都不記得了 還是再焦了一點點 提煉了一個黑糖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黑糖呢 可以進去更加深的層次 進去深的層次裏面呢 我們將個汗透出來 這個黑糖薑呢 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呢 產苦其實 補氣血呢 可以先從黑糖薑這個方向呢 去調整一下先 第二就是我們剛剛說了 中氣夠不夠了 這樣從這兩個方向先調一調 是的 醫師我想請問你 黑糖薑茶 如果我們女性 平時我們 月經 完了 的時候呢 我可不可以都 平時喝一下 當是補血補健 這樣的呢 可以的 但我們首先呢 要看一下 這個女性呢 有沒有以下這個情況 第一呢 看看她離經的時候 離經前 或者離經頭一天 下腹會不會特別脹痛的 即是鼓住了 嘩 好像那些驚訣呢 有些人 有些女性呢 可能由離經前一個禮拜 已經開始脹痛的了 第二個情況 大家留意一下 即是她 女性 很多時候一個狀況呢 很多時候的狀況就是 她面部的暗瘡非常之多 面部的暗瘡非常多 我們就會發現她的暗瘡呢 尤其是集中了在這些地方的 兩峽這些這樣的地方的 或者在旁邊這些地方的 這個呢 就要留意了 因為有以上這兩種的情況呢 代表下腹 一般不是很流通 嗯 尤其是女性呢 這兩邊的地方呢 那些暗瘡 留的時間很長啊 那我們知道呢 她肯定是有一些問題的 肯定有一些的問題 在下腹那裡 那我們腹部脹痛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 那為什麼暗瘡都代表腹部的循環 不是那麼好呢 就是因為這樣的 通常呢 女性 我們香港的女性大部分來說呢 如果不是說體質非常之壯實 好像蒙古人啊 好像那些北方人那種的體質的話呢 一般來說都是偏瘦削 四肢是比較瘦弱一點點的 可能面色會偏白的 無緣無故是一個比較虛寒的人 體質上面呢 多了這麼多暗瘡 奇不奇怪啊 嗯 很奇怪啊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下面腹部不暢通 能量呢 先說一下啊 陳醫生醫院打給她 對不起 各位你繼續說一下 好啊好啊 沒問題啊 那又到我做獨腳戲了 那我繼續講一下這個問題 所以呢 女性的那個腹部啊 為什麼不暢通的時候 會有這個暗瘡的情況呢 就因為下面不暢通 啊 上面這裏呢 就越穀越多的能量 好像流動不下去那樣 於是就造成了這個暢瘡的情況了 所以呢 剛剛你說喝黑糖薑茶 或者我們飯子喝其他一些補的東西呢 女性可能就是越經歷了之後 通常會虛一些 或者生完嬰兒之後虛一些 適不適合喝補的東西呢 如果是生完之後的 我們就要想惡露清光了 如果惡露還沒清光了 就不要隨便補了 如果不是很容易呢 會越補越多東西製著了 如果是普通越經期 來完之後 就留意下有沒有以上這兩個情況 下腹的脹痛 還有面部這裏的暗瘡 如果有的話呢 最好都不要喝太多補的東西 會比較好 嗯 但是如果沒有 喝少許都無妨 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是啊 可以這樣理解 就不要 就是我那時候呢 哇這件事好啊 就當水喝了 其實真的 哦 又物極又必反的 是沒錯 是啊 喝多些暖水 那譬如 就是偶爾一杯 那就可以了 因為那時候譬如 喝黑豆水是補血呢 然後呢 我呢 那時候想補血呢 有黑豆水啦 天天喝啦 然後又吃那個 黑木耳又天天吃啦 也是不行的 嗯 是有問題的 要看體質 還有看情況啦 嗯 黑豆呢 有些人它 豆類的消化呢 它沒有那麼好的 吃完豆之後呢 很容易它肚子會脹氣啊 是啊 就是那個 或者放很多的 gas 出來啊 是啊 但是又放不到 它捉住啊 捉住就好像氣頂頂著 是啊 這種情況其實就是身體呢 還有些濕味去了 啊 而那些黑豆呢 它不能夠 化除那些濕的時候呢 它下去 它補不到進去 就形成了一個 滯氣的情況 是 剛才就是好啊 一開始就是 跟觀眾朋友說呢 就說濕啊 就是說呢 我跟大家分享說 菇呢 如果有那些陰道炎啊 或者那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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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體痕癢 就先隔一下菇 那我說因為濕 那不如我們很快地說 其實菇 醫師你怎麼看呢 還有什麼叫濕呢 這樣 皮膚敏感很多很多時候 是因為身體濕啊 是 沒錯 很快地這樣說 是啊 沒錯 其實呢 這樣的 就是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之前都有一些 的女性的病人呢 她有這樣的情況 她的下方那裡 下陰那裡 就有很多一些 黃綠色的分泌物 而且甚至是有異味的 那這些呢 我們這些 不尋常的一些的白帶呢 我們終於有個病名給她 叫做大下病 上下那下 就是一些 我們流出來的一些 分泌物呢 不是那麼好 那樣 其實呢 我們就知道了 為什麼這些白帶啊 我們下陰的恆養 經常會聯繫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其實呢 逢親是從身體裡面 發生的問題呢 都跟我們內部的狀況有關的 好像我之前這些有黃綠色的白帶的一些的朋友呢 其實他們在墨裡面的表現呢 就是濕熱非常之多 那個人呢 做事很急 還有呢 經常要穿西裝的 第一呢 西裝 這個是我總結出來的規律 因為她納著 納著 納得比較厲害些 納得比較厲害些 還有她可能某一些的女性 她那個 那個 為了顯得收身 很多時候呢 那個 副館那裡呢 可能會納得比較緊些些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衣物那個鬆緊的程度 太緊的時候會影響那個衛生 還有其實 在內部來說 會不會影響氣血的暢通程度呢 其實都會的 是的 所以從這個比較極端一些的例子 都要去到黃綠色了 那當然痕癢 但是沒有黃綠色 其實可不可以痕癢呢 都可以的 那麼我們呢 都叫她做一個濕熱的一個情況 所有的那些孤蕾啊 或者一些呢 在腐腦的地方生出來的一些植物呢 其實都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 他們會比較濕氣重一些 他們其實都帶有一定的 是補的作用的 補的作用的 但是呢 他們因為呢 在一些陰濕的地方生出來 尤其是那些菇類的東西 所以她進到我們的身體的時候呢 她一聚就會聚到身體的下方 因為那些都是濕濕的 是的 沒錯 那些菇就在樹邊生出來 通常在樹的靠根部的位置出來的嘛 那些菌 是的 沒錯 那她這種這樣的特性的東西呢 她一進去我們的身體 就進去深層那裡了 進去深層那裡呢 又慢慢的菇向上生的嘛 深層之後呢 慢慢透出來 所以為什麼皮膚病不能吃呢 就是因為這些菇會進到我們深層裡面 將裡面一些的能量啊 往外透出來啊 那如果本身已經很濕了 有些火的人呢 越吃的話 越爆發 女性的陰道炎啊 下陰的恆養啊 都可以由於這個狀況呢 而誘發出來 所以如果就是 我發覺呢 不知道是不是Facebook呢 大家還看不到我嗎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Facebook呢 就是 講關於這個的 呃 呃 女性的陰道啊 這個的女性的問題呢 她就開始不讓我 做的了喔 哦 有這樣的情況啊 是啊 現在又剪掉了喔 嗯 又沒有了 嗯 哦 她會自動檢查到我說的話 我不知道啊 真的很神奇啊 但是現在又看到我啊 大家看不到我啊 你看不到我啊 不好意思 我因為沒有開到Facebook 我只有Zoom 看到嗎 看到嗎 這麼可以的 幸好沒事 因為剛才在我的電話呢 它就彈出來了 嗯 又說我是Vile來了他們的Rules 是啊 嗯 因為這幾次我們一說 一些女性的健康問題 就會這樣的了 哦 看到就行了 OK 那我們說說菇 啊 菇這個很有趣啊 真的 我只知道菇是因為它是濕 嗯 就是那個屬性是濕的 嗯 原因就是這樣 是啊 因為它去回我們的體質 它都很自然地去回一些 比較濕潤的地方 嗯 還有偏於下方 是的 偏下方 嗯 看到是不是 太好了太好了 好 那就 OK 吃雞啊 吃雞 吃雞 我今天沒有吃雞 我今天吃蝦和芹菜 吃雞你怎麼看呢 於是 哦 吃雞那些激素的問題 是吧 是哦 其實會不會對女性有影響呢 這個是因為我身邊很多女孩子 譬如我以前的同學啊 跟著有些朋友啊 很年輕 就是二十多歲 那他們又沒有說 一些的成因喝酒不良是好 他們就沒有 不過大家聊天的時候 就發覺是真的 可能真的小時候 大家都會穿一些奴慈裝啊 嗯 然後吃壽司啊 沙律啊 又不是好吃飯啊 嗯 又喝冷東西啊 每個人都喝珍珠奶茶啊 嗯 然後呢 就是這些共通點 我就發現到了 還有是真的喜歡吃雞啊 嗯 這樣咯 或者這樣咯 我們不如說一下激素是些什麼呢 嗯 好嗎 其實我們說雞 吃了一些有激素的雞是怎樣呢 我自己都要真的吃一下才知道 不用了 不要啊 或者可能我昨天都吃了 但我覺得呢 其實我們首先就是有一個原則呢 就是我們吃東西要多樣化一些 就是呢 千萬不要說 於是說黑木耳對我好啊 哇我天天吃 或於是說淮山對我好啊 哇我天天吃這樣 最好呢 就是每天呢 我們終於都說有四樣東西很重要啦 米飯啊 水果啊 蔬菜啊 還有我們覺得對於不是素食者來講 有一定的肉類啊 有保益的作用啊 但是不用太多 最重要就是米飯 這四樣東西均衡很重要的 但是千萬不要說每天同樣的搭配 米飯可以每天都有 但是呢 比如蔬菜啊 你可以今天是青菜啊 明天是芥蘭啊 明天是芥蘭啊 後天是菠菜啊 這樣 我們有不同種類的一些菜式的時候呢 身體呢 會受不同的食材呢 有很輕度的影響的時候 它不會說每天去累積 是吧 如果累積得多的時候 其實沒那麼好 你可以避免了說 今天又吃雞肉 明天又吃雞肉 如果那個東西真的有問題的 那麼它 如果你隔開了 比如已經四五天了 你才再吃那個有問題的東西 那麼那個問題會減少了 是吧 除非那樣東西真的有毒了 那就有問題了 是吧 那麼我們呢 就先 第一樣東西就是 飲食的多樣化 這個是一個原則 第二呢 就是 激素其實對於人體有些什麼影響呢 激素呢 其實是將我們身體底層的一些能量 往上流通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譬如我們呢 之前有一些歌手的朋友 是吧 歌手的朋友 他就會 去打一些雷固醇的針 然後呢 就有時候開不了聲 他們呢 就去打雷固醇開聲 是吧 那其實激素是什麼來的呢 我自己以前呢 就是有一段 試過有一次呢 就是 那時候我還沒開始做中醫 就是有一次呢 我都病得很厲害 重感冒 說跟著開不了聲 但是要 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演出 那怎麼辦呢 我又去 找西醫呢 去幫我 就是打一些雷固醇針這樣 那結果呢 就 出現的狀況呢 就是那天確實是開了一些的 因為那天呢 就是很上火 就是那個整個喉嚨呢 已經閉住了 然後呢 吃了那個雷固醇之後呢 哇 感覺好像那些火 收了下去這樣這樣 但是呢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呢 就是個人很散 很散 會出汗 而且呢 心跳呢 會比較快 所以呢 一些激素類的東西呢 我們中醫會覺得呢 有兩樣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第一呢 激素呢 比較寒一些 比較寒涼一些 而它寒得來呢 就是它有些清火的作用 如果長期去食用的時候呢 對於女性來說 寒 我們剛剛說 腹部 是不是流通很重要呢 如果長期吃得太多東西 是有激素的 哇 寒入了我們的腸胃 會不會影響 那個月經啊 子宮啊 或者腸胃的健康呢 男性其實都會啦 是不是 不要說女性 所以 男性也都會影響 它的一些前列腺的問題 這樣 所以 激素呢 其實在中醫來說 是一個 號選我們能量 比較散一些 而且性質呢 比較寒一些 的一類的藥物來的 所以 如果有些女性 她發現 自己真的 行常有吃雞 這件事的 而她發現 自己 又沒有什麼特別不良的嗜好 沒有經常飲凍 東西 壓力也都不會很大 會不會就可以考慮一下 食物上出了問題 那我們就要小心 要不然一般來說 雞其實就是 肉類 肉類喜歡覺得偏薄一些 但是 普通吃雞 就 那個藥性 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煲雞湯 那個雞的藥性 就越煲越出的時候 煲一些老火湯 這個就會容易上火一些 所以我們說感冒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喝雞湯呢 就是感冒的時候 一上火 鼻涕 咳 那些痰 全部變成黃綠色 那就會加重了病情 嗯 剛剛 Joey問了 一隻雞應該吃多久 幾位觀眾都問了 Sophie 都說應該 嗯 Joey就問一隻雞應該分幾個餐吃 Sophie就問 那應該多久才吃一次雞 你當所有的食物都是一週一兩次 最多 是 就是化除了米飯 這些五谷 我們說五谷為養 就是有養分 對於我們身體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是 就 應該要 吃最多 是吧 雞這些就是一個星期一兩次 一兩次 那份量是怎樣養好呢 我想 都是不要太多 其實一個人你可以吃到多少雞 這個可能找營養師 計算一下會比較合適 會不會好一點 我想相對來說會好一點的 因為雞皮來講 一般呢 脂肪比較多一些 這些所謂的油份 脂肪 在中醫來講呢 我們區分做肥甘厚味 是一些比較膩和滋的東西 會加重身體裡面的濕氣 所以對於我們身體其實都沒有這麼好的 儘量不要吃太多雞皮 是的 Sophie說一餐吃到半隻雞 我以前都可以的 是的 還有我很誇張的 我喜歡吃那些東西 例如吃西瓜 我吃半個 吃榴槤 我每次吃一個 所以很多 對我來說 我很相信很多病 其實是吃出來的 那為什麼到現在我真的是 撲奶 我身體是真的OK的 所以我經常都很熱心 很欲緊地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如果你濕疹 如果你皮膚敏感 如果你什麼什麼 因為那些我以前試過 那我就說你先戒口 你先戒口 你先戒口 先吃清淡一點 這樣 是的 所以Sophie剛才也有問的 她說她的大腿生瘡 一顆大瘡 為什麼 另外一位觀眾朋友問 她說下巴那顆三顆很硬的 石頭瘡 為什麼 還有什麼解救呢 我們先說回烏雞 烏雞都是一種雞類 它其實都是補的作用 都是不建議大家說 煲雞湯 煲老火湯 煲雞湯 就沒有這麼好的 不過烏雞 它就 那個性質上面 因為顏色 還有煲出來的那股味 會比起普通的雞 可能會更加濃郁一些 所以它補的力度會更加強 但是基本上這個原則跟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是的 至於那些石頭瘡 暗瘡 大腿瘡 那些情況 對於類型來說 首先這個 尤其在面上面下巴這裡 有塊石頭瘡 要看一下有沒有反覆生 如果這個問題是反覆出現的 它肯定是一個潛藏比較深一點的問題 不要忽視它 剛剛我們都說生在下方的 要留意一下自己腹部的循環好不好 月經有沒有問題呢 有沒有多有沒有少 血塊多不多呢 離經的時候痛不痛呢 這一切都是可以給我們衡量身體 好定不好的標準 都要小心 另外大腿上面生瘡 這個太多原因可以發生了 如果不是恆常出現的話 不用擔心 如果越來越多了 考慮一下是不是一個濕疹的情況 如果只是偶爾生一顆瘡的話 我們考慮身體裡面的濕熱偏重一些 飲食上面最好可以齋戒幾天 就是吃素食兩三天會比較好一些 讓身體腹部的循環清一些 可能會更加好 嗯 好啊 因為Gory剛剛都分享了 一星期吃一天全素食可不可以啊 那回應醫師 其實一個星期你吃兩三天清清的 其實是可以的 沒錯沒錯可以的 看回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因為我很肯定 因為我小時候是營養過剩的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剛才說烏雞呢 我家裡是煲什麼呢 一煲四至六個小時的烏雞 就煲鮮奶 還要加瘦肉 嘩 補到你一聽到已經 還有我都說一吃榴槤是吃一個的 我們全家人都是這樣的 我婆婆也是這樣的 很誇張 所以我後來大大下一個身體就出現 我覺得是撕了一個榴槤 是啊 所以就是 可能我的情況就是 我多吃一些蔬菜 我就搞什麼 但可能有些朋友 他可能是相反的 是啦 可能是相反就是 會不會他不夠營養 反而他要多一點營養 才可以提升他的身體狀況呢 這樣 對不對 也是的 有一類的朋友 如果他真的很虛弱的 譬如我們剛剛說產後的朋友 或者有一些本身手腳比較冰冷 形體比較瘦削 四肢的肉都不是很多的 肚又比較膩一點的人 腸胃不好 確實可以補的 不過補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是煮一些補的東西 譬如煮雞湯 或者我們煮一些所謂的補中器的東西 黨參、北旗那類的東西 那這類的人 最好因為他本身身體弱 它其實消化力都弱的 我想最好就加一點陳皮 土腹靈 雲靈白術 或者扁豆、赤小豆 一些去濕的東西 除了補之外 幫助身體消化得好一些 都很重要的 所以要小心一點 補 但是要補適量 還有不要過分補 好啊 觀眾朋友你們可以寫一寫 剛才醫師說過 他都建議大家可以吃適量的米飯 補功器 普遍的我們身體體質都是適合的 米飯、番薯、薯仔 還有懷山 懷山 沒錯 聽我說了這麼多次 你都記得了 要有空就要提一下 溫故之身 然後就是 譬如說想去濕的 可以加一些陳皮 土腹靈 土腹靈 二米 雲靈白術 大家可以寫出來 好嗎 好 醫師我們再解答兩個問題 好嗎 就 給你們休息一下 就繼續陪 Jason 去開會 他不用去 可能要回醫院 是啊 那就好 Gigi 問 蔡醫師 她說 是不是很多女性 血液都會濕一點 導致心臟減不了血 有時候有心方心季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如果是平時注意些什麼 我要喝夠水 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有些朋友 真的喝不夠水的時候 去捐血 因為我做過紅十照的義工 有時候會看到 那些血液比較稠 你問她 她真的喝不夠水 因為我們血液裡面 其實有70-80% 都是需要水分的 是很需要水分的 所以都要喝夠水 是的 除了 醫師你怎麼看呢 就是 血液比較稠一點 會不會有到 水分是很重要的 Queenie說得對的 比如為什麼我們 在醫院裡面 有一些的人 他們做一些靜默注射 是吧 打一些生理鹽水 我們會發現這些人 她本身可能很虛的 打完這些生理鹽水之後 她的墨裡面突然之間 好像補了一些東西進去 很充足這樣 雖然這個補了一些東西進去的狀態 是一順即逝的 就是可能幾個小時內 慢慢會減弱 但是那一刻 那個人就會 可以調和起來了 其實水 我們喝下去的 起到的作用 其實也有些類似的 我們會發現 有些人 她本身的墨裡面 氣血比較弱一些 你叫她把墨的時候 那個墨管好像很幼細 你叫她喝點水之後 你會發現 她的墨管又漲起來 容易摸到一些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有這個身體比較弱的時候 水分的充足都是很重要的 暖水就更加好 溫水不燙口的比較好一些 剛剛這位女性的情況 就是深貴 深方 是嗎? 九成 九成以上的女性 有這個情況 都是米飯吃得不夠 或者中氣不足 或者運動過糧 總之都是由於身體 過虛的一種情況 引起的一些問題 是的 我們首先 第一 就要討論一下自己 有沒有虛的這種情況 好了 第二種情況就是 他們的胸口這個位置 肯定有一定程度的屈結 或者不流通的 肯定有的 這個可以參考我們以前做過的 這個手的流通 是的 一些廢經的 一些導引術 可以打開一個空肺 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有些人 他有兩種情況 一起來的 就是游虛 但是胸口又頂住的 這個呢 就自己很難去處理 就是你要一邊補 一邊去流通 中醫師 可能要開一個方 會比較好一些 衡量一下自己 是哪一個情況 這樣 是的 如果有胸口頂住的人 一般來說 他有時候 休息休息休息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裡頂住了 或者可能 上斜路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 會覺得 胸口有偽悶的情況 是的 那個動作很好 謝謝醫師 醫師 我都把留言 發給你了 是的 有幾位觀眾都分享 就說 他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幾天的時間 不是很長的時間 小葉增生、甲狀腺、子宮內膜蝕蛹這些苦方問題 跟飲食和激素有沒有關係 然後可否調理一下身體可以跟進這些問題呢? 有需要我們下次再詳盡講一講 譬如乳房,如果有問題都可以 也挺常見的 有什麼辦法呢? 或者我講一個極端的病例 喚起大家的注意 其實心情真的很重要 在這些女性的問題裏面 或者所有我們人類的疾病裏面 其實情緒都佔很大的因素 我有一個病人,十幾年前 他第一次在甲狀腺有個腫瘤 第一期的甲狀腺癌 他就做了手術 割了甲狀腺 割了一邊的甲狀腺 就康復了 然後再過多七八年左右 他突然在同一邊有腮腺癌 腮腺癌做不到手術 他又做化尿和電尿 然後再過多三四年 他在同一側的乳房 有一個乳癌的情況 比較初期發現了 於是他又割了一邊的乳房 然後就留了一條的疤痕 最近這幾年 他就有陰道癌 就是在下方的一個癌症 看不看到一個規律嗎? 規律就是 其實他很久以前 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有氣血的不暢通 但是他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留了一條疤痕的時候 其實首先第一 他生一個扭出來 那個原因有沒有解決呢? 肯定是未解決的 只不過他不可能再生在同一個位置 因為已經有一條疤痕在 那麼他生在哪個位置? 他循環不好慢慢 這個地方又循環差了 於是他就生在這個位置 這裡做了花療癲療 又不行了 生在哪個位置? 生在乳房這個位置 最近這幾年 再不行了 沒得生在這些位置 生在陰道那個位置 於是我們把墨的時候 一看一下 他的墨裡面 就是從上到下面這個位置 底層都有一些 乳際不流通的地方 而且身體已經很虛弱了 所以呢 其實發現了這些情況 或者覺得自己有一些 不舒服的時候 比如有一些甲狀腺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要警惕 就是其實內裡已經有 循環的不流通了 即使他找了西醫 做了手術 將一些暫時性的問題 好像割除了 撤除了之後 其實他內裡的深層的問題 肯定是未解決的 最好就是找中醫去調理 或者要找到自己 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 情緒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那個問題是由於 長期的情緒壓力去導致的 那麼很多的方法可以解決的 要不然你就離開 很決心離開現在這個工作 或者找催眠治療師 好像Queenie那樣的 或者一些輔導心理學家 我相信很多不同的治療師 可以幫到大家的 去排解自己的情緒的問題 將根源解決了 身體才不會再進一步發展 這個極端的例子 不是想嚇大家 而是要告訴大家 有一個問題 你不要想著割掉它 沒事了 而是你要找到根源在哪裡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很感謝你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都越來越很普遍 其實都很接近 臨床催眠治療 就是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都非常接近 和中醫的理論 其實很多是因為情緒 如果你剛才看到那些女士 很多是關於乳房、陰暴 這些都是關於女性 自己怎樣看自己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看看你身邊 如果你有些女士 可能有軟癌 或者有些關於女性的 生殖器官的癌症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是有心結的 很多時候都有的 尤其是心結在哪裡呢 和父母 父母可能一聊天的時候 因為我都有一些 這一類型的客人 譬如可能 重男輕女 就變成從小到大 我好像一個女士 但我又好像要做了男士的事 又覺得很多的不公平等等 還有第二就是 可能是婚姻和感情狀況 所以如果有觀眾朋友 你們現在譬如和伴侶的 婚姻也好感情也好 和諧的話 非常恭喜你 就算如果有些什麼狀況都好 都不要緊的 是的 現在是什麼年代 我經常都鼓勵我的客人 不要緊 大家如果是願意去一起努力 去走那條幸福的道路 就繼續 但如果大家都給了一些努力 都不行的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 女性特別 都是要自己愛自己 不要緊的 千萬不要為了那些感情 什麼其他人 那些 或者真的 是否有另一個 或者怎樣 那些 要分手 那就走吧 拜拜 不要緊的 自己保持得自己漂亮的 是的 那很多人去追自己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是自己要身體健康 你有沒有都有這些情況 意思是 有些病人來看 其實會不會 你聊聊聊天 都是 都是有些家庭 或者感情的情況出現 這樣子 很多時候 某些病人 一觸及到某些部分的問題 他就哭了 所以通常 在他哭之前 我就已經說了給他聽 你這個應該怎樣怎樣 他哭了 你去上床針灸 這樣 你讓他哭 讓他哭 有時候他會哭 我也知道 同意你剛剛說的 就是 其實很多這類的情況 都不是說不常見的 都很普遍的 是啊 所以 就是中醫也好 譬如我們臨床催眠治療 其實去到最根本 西醫當然有他的功效 一定 真的去到最終極的 沒有辦法 真的可能是癌症 或者什麼都好 那他先切掉 這樣 但剛才蔡醫師都說得很好 是不是代表我切掉 就沒有那個根本的問題 其實就回到最根本那裡 是啊 謝謝你啊 醫師 謝謝你 今天都失禮了 下次我安排得再好一點才行 沒有問題 很好啊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給點熱烈的掌聲 蔡醫師 謝謝大家 不錯啊 因為剛剛醫師說他的咪 和聲音 很好啊 收得很好 今天用這個 普通的耳筒 這樣 你的聲音夠美 謝謝大家 加上你的知識 你的愛心 很好啊 這個收音也很好啊 放心 好啊 多謝大家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 是的 我們大家 男仔女仔 全部都是身體健康 那醫師 你早點休息吧 好 大家這樣 吃完了 謝謝大家 好的 那我再約你 謝謝 沒問題 謝謝 各位觀眾收看 拜拜 我新年四日見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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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